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就是愿是主耶稣 愿是主耶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 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 第39集 拉撒路复活的奇迹 与荷兰画家林布兰的大作 拉撒路复活 目前这幅画 珍藏于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 有个人名叫拉撒路 他和玛利亚玛大两姐妹 住在伯大尼 耶稣爱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妹 他们也爱耶稣 拉撒路病得很严重 耶稣这时候却在另外一个城市 玛利亚和玛大 请人告诉耶稣说 拉撒路生病了 在新约约翰福音11章中记载 他病死后 埋葬在一个洞穴中 四天之后 耶稣吩咐他从坟墓中走出来 因而奇迹似的复活 包括耶稣自己的复活 圣经共记载过九件复活的记录 三次记载在旧约 四次记载在福音书中 两次记载在使徒行传中 拉撒路复活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32到44节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呢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呢 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走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西方绘画史上 以拉撒路的复活 为题材的画作不多 有杜乔 他是中世纪意大利 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 被称为 西野纳画派的创始人 杜乔的作品呢 有着强烈的 拜占庭元素 和歌德式的风格 看他的画 整幅画面的空间呢 完全被填满 人物的表情 几乎没有感情 这幅画 应该是创作于 1310年到1311年之间 另外一幅呢 是荷兰画家 林布兰的一幅 早期的油画作品 可能创作于 1630年到1632年之间 林布兰的绘画呢 经常利用如同 舞台高光的亮色 描绘在 阴暗背景下的人物 我们在画面中呢 看得出 林布兰独到的光影 对人物的安排 具有戏剧性 深深的打动人心 这一幅 林布兰早期的作品 在1656年 当他破产的时候呢 被拍卖售出 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 马大 玛利亚和拉撒路 这几家兄弟的姊妹呢 一直很忠心的跟随他 耶稣呢 也视他们为 非常亲近的挚友 那一天呢 耶稣突然接到了 玛利亚烧来的讯息 原来拉撒路患上的重病 已经命在旦夕了 整部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 就是那一句 耶稣哭了 那时 耶稣的忧伤与不舍 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 倾泻而出 在耶稣使拉撒路 复活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见家属 会焦急 会哭泣 甚至责怪 耶稣来晚了 但是 迟到的耶稣 并没有令我们失望 反而带来更大的惊喜 拉撒路死里复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也许一开始 你也会觉得 如果主耶稣 当时马上动身 早两天来 拉撒路就不会死了 但是最后 我们明白 耶稣对天父 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所以 他有更远见的计划 借此呢 让更多的百姓 来信靠神的大能 与权柄 千百年后 当年复活的拉撒路 当然还是死了 但他们所经历的见证 却向我们说话 跟随主 是个信心的旅程 也会冒险一下 纵使过程会有曲折 不如人意 但最后的结局 保证会让你惊喜不已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若有信心 必能看见神的荣耀 听话照做的行动 就是表明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彼此鼓励 耶稣已经垂听我们的呼求 也明白你的忧愁 但也让我们用信心耐心 来等候他好吗 相信他总有最好的时间 和最好的计划 让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与祝福 能传到更远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 以你的眼光去看待 每一个处境 使我能坚定相信你的计划 永远是最棒的计划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 已经录制完成 总共有39集 欢迎您广传给更多的基督徒 与牧道友 一起为主传福音 感谢主 如果您想了解荷兰大画家 林布兰的画作 欢迎收看 名画背后的故事 林布兰专辑 欢迎您的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更不要忘了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